Om Guru Lenshan Siddhi Ho 我們這個邪佛的人 真正進入這個道無為心時候 可以講是清風明夜 清風明夜 什麼是清風明夜? 這個風吹到哪裡? 你的意就到哪裡? 這個很難解釋 清風 清風就是很任應的意思 清風任應 怎麼吹呢? 它可以到哪裡去? 吹來吹去 向左向右 向前向後 向上向下 清風任應 明夜是什麼意思呢? 它是有變化 但是它是一如 不論怎麼變 還是變回來 清風明夜 你能夠到了清風明夜的這一種 心境的時候啊 可以稱為叫做無為心 無為心 有時候啊 有時候啊 這個人啊 要學習自然 其實自然啊 也就是一種任應 任應的一個道理 任應的一個道理 那麼你到達清風明夜的這一種 心境的時候 也可以稱為自在 又稱為住而不住 夜量永遠不是圓的 有的時候它會缺一點 但以後它又會圓 又會缺 又圓又缺 清風到處吹佛 這叫自在任應的一種境境 道無為心就是這樣子 那麼我自己體會出一個思想 啊 盧森燕有一個思想 很多人知道了 盧森燕的思想 就是無所謂思想 無所謂的思想 什麼是無所謂的思想 也就是啊 任何一件事情 不管你大事小事 啊 出事細事 任何一個事 都是無事 都是無事的 有人啊 假如是這樣子啦 假如 我只是一個比喻而已 啊 啊 生活中 啊 有一天啊 不存在於這個 啊 我們的世界了 生活中 都不存在了 在我認為來講起來 無所謂 因為本來就沒有 本來就沒有 本來就沒有 生活中 以後又變成沒有 又回復原來的 無所謂 所以有人以為 喔 生活中假如沒有啦 盧森燕一定很 很憂心啊 很憂啊 很憂愁 其實不會 因為你有無所謂的 思想 這個是 道無為心 我不是一般的 世俗的眾生啊 啊 今天有一個 世俗的眾生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什麼話呢 他期望啊 他自己的社團啊 變成全世界第一大社團 啊 第一大社團 這個是誰講的話 啊 大家明白了 這個就是 有為心 我想把我自己的 這個社團啊 搞成全世界 全國際第一大社團 今天生活中 不這樣子做的 有無 都是一樣 我們順其自然 這個就是盧森燕本身的 道無為心 就是無所謂性 今天呢 不是成為世界第一大社團 而是成為世界上消失的社團 生活中 變成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沒有了 盧森燕也不存在了 生活中也沒有了 三個字 無所謂 這個就是無為心 我是盡力在做 我便不是說不要真佛中好 我當然希望真佛中好 真佛密法弘揚 我已經盡了力 盡力去做了 成敗我就不計較 成敗不去計較 這是什麼心 三輪提空 三輪提空 今天真佛中啊 不是要建立啊 像天主教的教廷 盧森燕當教宗 當教房 當教房 教宗 底下有各個的這個主教 七姬主教 什麼主教 各國通通都有 便不是 我只是在自然而然之中啊 無為而為 這個叫做道無為心 今天盧森燕腳有什麼災難 很大的災難來了 不得了啦 發生很大的事情 大災難 道靈 你啊 無所謂 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去 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去 任何地方都是我的道場 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 你有什麼災難來了 像大病啊 大病犯 或者是大災難啊 種種的 三個字 無所謂 你能夠修行到這一種境界的話 你可以體會到解脫的道理 這個時候你就是真正解脫了 今天假如有一件事情啊 令你憂心 令你煩惱 令你的心啊 產生不安 你心裡不安 你心裡有疙瘩 心裡很沉重 像石頭壓在你的心上一樣 那這樣子呢 一般來講起來 你還沒有到無所謂的境界 根本就沒有到無所謂的境界 那盧斯森的思想 是無所謂思想 既然是無所謂思想的話 你就是一種 無為而為的心啊 那這個就是 大無為心很好的解說 因為我已經體會到啊 這世界上最後啊 是歸於空的 佛陀講的 成住快空 將來是歸於空的 無相 我一切所做的 我一切所的作為 也是無為 也是無為 雖然我有很大的厭望 那師真的厭望是 不捨一個眾生 粉身脆骨度眾生 不捨一個眾生 但是事實上到最後 也是無厭的 沒有什麼厭望 因為我是無為而為 無為而為是什麼呢 道無為心 這是第八住心啊 很高很高的境界了 很高很高的境界 這種哲學啊 叫做無礙哲學 就是我以前啊 年輕的時候啊 寫文章裡面提到的 無礙哲學 就是說沒有障礙的哲學 沒有障礙的哲學 到這個境界可以講是一 已經合起來變成一了 一了 那麼一呢 又進入無 就是零 合起來就是一了 所以在師尊的心裡面啊 四眾生就比較平等 就是平等 這個境界是道無為心最好的解釋 喔馬來陪陪陪我